早上三天四十的时刻 做了个梦 我看看是这样什么 中了 我们在做化学食品 好像我也不太会做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 像类似勺子一样的东西 上面浓度特别大的 我味道中 勺子放在里面 突然意识到这样 这样放进去 整个浓度都变得了 这是没想到的 然后有个人跑到一个餐口 好像是开车的 还不是翻译车的 而不是翻译人的 反正我就远远的 给别人注意 暗号告诉他们 那个时候假的 然后真正那个 应该用 我表示一个 用车钥匙 从那个对应的 这个含义的车钥匙 拿着看来 让里面的人知道 就是那个车 在flying towing什么东西 目前 当然我现在忘掉了 没有这些 现在我眼前看到那个 上海 上海那个叫张文宏的 上海 就是张文宏的 上海那个张文宏的 然后 我看到一把勺子 金属的勺子 金属的勺子 你看那个 我们做化学试验的时候 做化学试验的时候 一般人家都会用个小勺子 咬一下子 咬一下子 现在我看到那个 咬的那个小勺子 是金属的 原来可能是塑料的 现在是用到那个金属的勺子 金属的勺子上面呢 好像那个 让外面掉东西 一层 金属上面的东西 一层在好像被那个 化学位置 复杂固以后 在掉 比如说我们原来 那个铜的勺子 有那个铜锈 如果在化学试验的时候 那个铜锈 铜锈 掉到那个 检测那个铜的成分里边 本来就是要检测 那个这个东西的铜的 一个物品的 铜的含量是多少 然后呢 他那个用勺子咬的时候呢 那个 不小心呢 把那个勺子上面 那个 表面上面的那个铜锈 也掉进去了 掉进去以后 是不是含量大了 解释出来 就不准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那个 用那个 咬那个血糕 什么之类的 勺子没洗 没洗 就沾了这个东西 到另外一个 东西里面 咬了一下子 然后又查 污染 说这个污染情况怎么样 就有个被查的东西 那个手指上带过来的东西 他说我们从来没考虑过 那个 带进去一个 就 只要捡到这个东西 认为是污染来的 现在 人基本上就这样 是这样的 搞研究的 然后你说黄越 黄越吧 他这套衣服也 也穿了十几天 二十几天也没换 这套 反正 十几天 二十几天没换 你说 搞黄越的人 不会被传染 关在里面的人 会传染 你说这个是什么逻辑 这个从手指里面 那个化学药品 都不是差不多 现在人要出门 也出不了 拿到车钥匙也出去 除了车钥匙以外 还要加个权力 如果谁权力大 晃一下手上的权柄 他用了权力 他就可以出去 没有权力 你有钥匙也出不起 你看这个 这个是同防御有没有关系 好像是不是 你就没办法 没关系了 现在 现在 比拼的是后面的因素 不是防御因素 比拼的是后面的因素 谁有权 谁有权力 他的化学权 就打 现在把这些已经 在防御过程上 发挥了淋漓尽质 包括食物功力 写的权力大 可以随意随意的 写的食物 如果 没有这些权力的话 那你就挨动什么 甚至饿死 现在 现在 这样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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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化过工期生的时候 在老毛手上 说到了崩溃的避远 经济到了崩溃的避远 现在 现在差不多 也到了崩溃的避远 那时候就搞运动 各式干的运动 几个运动搞下来一个 人情缓缓 经济崩溃 现在 现在 差不多战狂 差不多战狂 已经到了 差不多战狂 好 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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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再来